中文字幕提供 塞爾維亞網球員 世界排名第一的早高域 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對於塞爾維亞和克羅地亞 舉辦的慈善網賽 爆發群組感染 馬拉圍選民在星期二 進行總統大選的第二次投票 因為在一年多前 現任總統穆沙拉卡 連任的選舉結果被推翻 在也門 胡塞武裝向沙特首都利亞德 發射彈道導彈和無人機襲擊 目標是沙特國防部 和一個軍事基地 在美國 示威者星期一 繼續在白宮附近的 拉法耶特廣場聚集 他們曾經試圖拉倒 前總統安德魯傑克森的雕像 沙特阿拉伯宣布 通常有近250萬 穆斯林參加的麥加朝聖活動 今年將會大幅度限制參加的人數 不可能 日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